晚上11點上德廣場對開傳出槍聲 天橋上面有警員舉起長槍 多個樓梯口都被警員封鎖 商場裏面有多個人躺在地下 現場消息說他們在天橋被警察的胡椒噴劑射中 救護員到場將他們送院治理 凌晨過後有人去到唐進街和唐明街交界聚集 搬出鐵馬、雪糕桶等等堵路 又推出一架紙皮回收車 掘出大量的磚塊丟在路中心 防暴警察到場舉起黑旗和鏟旗警告 人群退到廣明園對開再打開遮搬出鐵馬 警方連續施放多枚出雷彈驅散 十字路口衣霧尼曼 附近大廈響起消防警暴 人群未有散去不斷扔玻璃盡 到近一時防暴警察向廣明園推進 邊行邊放催淚彈 有人在旁邊停車場向警員扔雪糕桶 廣明園入面滿布白煙 警員在路口報房向停車場高層開催淚彈 有人釘雜物警員再舉槍 一個男人拿著消防喉向警察防線射水 警員噴胡椒噴劑 上前騎著他 將他按在地上之後帶走 當時屋苑入面還有人聚集 警員向有蓋行人通道發射催淚彈 接著追入屋苑搜捕 警員圍著他們 多個警員轉身離開的時候繼續指罵他們 屋苑入面的人尾隨警員離開 回到十字路口 一個男人拿著一個袋 走近警員指罵 警員舉槍警告他離開 那個男人嘗試搶走警員的胡椒噴劑 但不成功 警員後退叫他走 之後向廣明園放了一輪催淚彈 大約一時半上警車離開 在停車場裏 一個男人躺在地上失去知覺 地上染有血跡 消防員和義務急救員為他急救 再送院治理 現場消息說 他當時懷疑酒臂催淚彈 由停車場三樓跌落二樓重傷 而在廣明園對出也有人不舒服 由擔架送院 到凌晨兩點多 人群回到廣明園路口 放火燒路障 消防到場救息 有線電視記者劉沃平不覺得 放火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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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長間有線新聞